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武神谈八定四的一个淘汰赛 主要是这场比赛的话 渠府这边使用了一个九离城 咱们来看一下 官僚方渠五孔庙,对面一水雪山 渠府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 九离城加神木林 开了一把风筝 那对面直接上了一个五宝林 女儿盘斯武装化身配合走势不够五宝林 鸟阵一开 被官僚方风筝拿了一把大客 再加上官僚方这边 还有风系的叶速 就女儿村速度是在官僚方的手里 没在他那个鸟头位的手里 其实打到现在可以看到 就双方的药品量 其实消耗都不大的 35个回合了 双方的药品量都不差 基本都没怎么吃药 但是 雪山那边的宝宝消耗量 特别的大 普陀根化生死 手里就剩下一个宝宝了 就剩一个宝宝了 这也是由于阵容决定的 毕竟官僚方有九离神加神灵 两个青宝宝小能手 而对面的五宝林 他是完全没有青宝宝能力的 就青宝宝而言 官僚方是碾牙级的 碾牙级的 刚才说过 由于女儿村有医塑 再加上官僚方也是一个双风体系 有医塑的两个风险 打你三个风险 那是绰绰有余的 虽然比你少了一个风险 但毕竟有医塑 绰绰有余 一号位的鬼魂宝宝站起来 哎 再封宝宝 看一下九离神这边的一个状态吧 六层的神器有这样令起 不见诸丝开始禁药啊 进官的话女儿村 女儿村看上去有十七个药 可能确实药也不多了啊 主要看一下对面盘斯手里 还剩下一点的预约 也就对面进过三次药了 女儿村最起码是被禁掉过九个药 一把金钦憋出来 立劈 点防御 先把这个地亭处理掉 有五宝林的阵容比赛 一般都打的慢啊 这个也比较的正常 因为五宝林一时半会儿 推不掉别人 然后呢 别人想推 他他也不容易啊 所以说有五宝林的比赛啊 只有极少数的比赛 打的会稍微快一些 大多数比赛都打的会慢 最新消息啊 雪山是已经正式的解散了 很多的老板 但老板呢 还大部分都还在 老板还在 但是雪山解散了 老板们都去了 自己想去的一些团队啊 就分别到了不同的团队里边了 雪山这个团队是解散了 看看后边有没有什么指挥啊 老板呢 再能把雪山重新堵起来 对面这一波呢 又来针对关照方的九离城 阿霞 加上佛法无边 来杀女儿村 有静聊 有紧箍咒 但好像 好像杀不掉 这个血量的话 灯已经没效果了 灯已经没效果了 女儿村再次被压死 对于强控武装 回头再压关战皇的 这应该是 九离城 也没了 两个尸体点 现在屈服这边 有点小压力了 对面开始针对你的人了 当然的话 现在腰品量还比较多 化身色 这口血也没活上 腰品量现在还比较多 整体影响也不算太大 只要说对面 前期并没有打出 自己想要的一个 效果吧 被古斯再招个地厅 约晴昆套一套 主要是把关战皇 女儿村杀了以后 关战皇这边的控制节奏会差一些 哎呀 这一顿小又轻掉一个宝宝 对面的宝宝 现在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他还时不时出地厅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啊 就近三年的版本吧 有了地厅以后 轻宝宝效率明显增加了啊 因为他们会 时不时的去出地厅 时不时的出地厅 所以说有地厅 你本身轻宝宝宝免这个东西都存在 你本身轻宝宝就 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必定处理掉 女儿村这边暂时没有问题 但是对面通过自己的两次点杀 以及守尸体 把握住了一些封印上的优势 速度先拉起来 对面女儿现在也是有的移速了 开始打伤害 这一下 是对面先动的手 大家都看见了 是对待方先动的手 前期的话 渠虎这边一直在 他也不用这种面伤的技能 什么三荒竞灭 丽皮苍穹 啥他也不用 他就用那个 通眼二刃 铁血身风 他就去亲宝宝 他只针对你 也单个宝宝的叔叔 他不打面伤的 毕竟给对面要送愤怒的 他不打面伤的 是对面先动的手 是对面先动的手 铁血身风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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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羊货 糟糕的要把自己的九里城拉起来 再说啊 对面盘斯又换了个地厅 咒识普陀 最后一个宝宝也出来 也是一个地厅 那这对面 加速的对面宝宝的一个消耗啊 哎呦 这个的话 感觉对这方也不转啊 看看主要是看两个地厅能打出多大的一个效果吧 对面通过刚才那一波 比如说换换了两个练习生 女儿子换了一个 武装换了一个对吧 又换了几个地厅 就对面所有人的宝宝 现在就都不多了 刚才只是普陀化身是不多了 现在是都不多了 看看这两个地厅的效果怎么样啊 如果能打出一些效果的话 也许 一击必胜 如果打不出效果的话 对面后期就基本上没什么宝宝可用了啊 这两个 一个九里加上一个啊 观念方这边一号位宝宝 他有速度圈 也是快啊 去清他这个孩子 因为这两个人去清 宝宝的话啊 哪怕你孩子啊 这种属于 抗性极高的单位 九里城 神不灵 这种组合 清宝宝 效率一旧很高 你哪怕把孩子出来 他也可以第一时间给你清掉的 啊 好像没打出什么效果来 轻了个鬼花孩子 可能一会儿他就站起来 花生似乎选没活上 对面可以继续来针对观察风的女儿村 一号位保卫有速度缺 所以比地厅速度快 这个 很正常 开始笑人了 九离城旁边他一定要配那个武装冠 你不管是应对多风险 还是应对国标 如果面对多风险 你天天同兽可以保九离城的一个出手 面对国标 天天同兽也可以防止对面过来点杀 所以观察风这边也是配了一个女儿村去跟对面强行抢一速 又配了一个武装冠去保护自己的九离城 九离城本身没什么抗性 带着双武器 他又不穿衣服 他是没有衣服上的那个属性 但是输出方面又多了一把武器 所以说他输出很高 但是又没什么抗性 很容易被敲死 一定得有个比较合适的门派去保护他 那当然这个时候武装冠 当然不让他就站起来了 这一顿下来对面的血量压力很大 对面现在是极度缺宝宝 还得赶紧补普德山的孩子出过没啊 普德山见的没宝宝拉 化生死也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可能一会儿又被观察风把他这个法防宝宝一清掉 天地同哨继续保护自己九离城 说白了就是要你一直出手一直出手 相生相灭 在杀武装 头上有紧箍咒 出发脸直接给敲死了 不用紧箍咒了 出发脸了 化生死这口血也没有活上 一把金青 可问题是你打出优势了 对面 你还敢不敢换地挺啊 就你现在这么一个宝宝的数量 你还敢不敢换地挺啊 或者是还能不能换地挺 再来一把金青 碎月强控你的恢复 小李藏刀 说白了当你宝宝少的时候 你就是打出优势 你没清场的能力啊 你做不到啊 你做不到啊 女儿这边直接喝酒 天地同兽 武装官也保护了一下自己啊 上了一个天地 这一顿消 这一般是真扛不住啊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观众朋友通过两码天地同手 已经彻底缓过这口尖了 这口气是缓过的 这口气是缓冻的 孩子跑了一个 惨死还有两个宝宝化身死 你最后一个宝宝你出啥 女儿孙也就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他又出了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以取辅现在的一个进攻力 很快就能把他处理掉 谁哟 三黄金灭 没有打飞 一个也没打飞 那后边技能他就出不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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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观战方开始上地厅了 哎 都突然想起来了 曲抚这边的地厅还没给你上呢呀 啊 打了56回合人家每个人还有五六个宝宝大 他的地厅还没有给你上呢 一旦观战方出地厅 对面是不是也得分出一部分精力 去把地厅 去把这个地厅处理一下 人吃的也好 人的什么断线末啊 乱七八糟的射魂 社会没有啊 没地步 你总得去想办法处理吧 你不能不管吧 武装罐 我看一下武装怪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对面华晨斯把自己最后一个宝宝交出来了 战敌夹上 那接下来就进入取服的 无限出地厅节奏了呀 好像 好像这个地厅威力有点足 比法系速度还要慢的一个地厅 关练习生在咬 咬到谁了 这是咬到重视不多了吧 咬到武装怪了 武装怪血量最低 咬到武装怪了 但是没有死 关练习接着换机厅 关练习生果 进入武装换机厅 这样的话 对面武装怪也把最后一个宝宝交代了 这几点零元的呀 啊 这个是几点零元的呀 这个是几点零元的呀 7点零元的吗 打三个 啊 打三个 哈哈哈哈 他的这个门牌 呃 门牌领保吗 试魔神符啊 对三个目标连续发动六次进攻 每次攻击造成的伤害除以3.5 三个目标直接杀了三个 好家伙 我就说那边一圈小人啊 啊 一圈子人啊 哦 这个就有点炫酷了吧 哥哥 这个太炫酷了 哇 我看打三个人 一个打六下 那应该出现了18个小人 18个小人 一个打六下 说白了雪山那边就输在一手宝宝上面 你实在是你这套这种 你没轻宝宝能力 一点轻宝不能力也没有 这就是五宝灵比较尴尬的地方 五宝灵只能靠着宝宝一点点 去敲别人的宝宝 你这几回合才能牵一个 二十多 打到后期 关战防可以一直换地厅 但对面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 刚才雪山不也打出过一步优势吗 但是 没办法呀 没宝宝了 没有足够的地厅 你一人剩一个宝宝的时候 你不可能敢换这个地厅了 地厅肯定还有的 但你不敢换了呀 别说了 小山 雪山 雪山就這麼 被打出去了 拜拜